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爸爸是愚春人 就是很信奉拜媽祖 從小到大所有的小朋友 幾乎都跟宮廟有關係 人家都說我是戴天命 就是出生於這個地方 就是要做這些事情 我從小就喜歡拿剪刀 剪那個人的形狀這樣 曾經還用紙做紙棺材放在家裡 那到國小 我有印象是老師常常跟我媽的說 女兒子好像怪怪的 因為我從小的志願就是開葬禮社 我一開始是從摺紙摺蓮花 宮廟跟我每年中文普渡都需要摺蓮花 那我就去摺 甚至會拿回家摺 摺到整間都是蓮花 甚至連鄰居說你們家是有事嗎 從那一刻開始 我就對紙就開始好像 覺得奇怪這紙怎麼有辦法弄成這樣 後來國中那時候 我要畢業了 他們就一直說要學一技資場 什麼什麼 這也是不可能的啊 你的資本就要兩百萬 我哪兩百萬 兩百塊也差不多 然後就是這樣 然後就開始去學美髮 無意間就發現說 剪紙的剪刀拿右手 然後剪紙 會沒有平衡感你知道嗎 就變紙會剪到一種鍵盤這樣 他們就直接說我的手是營養什麼 一個老一輩的客人 他說 這一顆你帶甜蜜嗎 上一天直接幫我區分好 不要同一隻手要做這麼多事情 那時候出社會做美髮就開始跟那個宗教的然後陣頭的朋友就開始一層一層的斷 那我們總幹事就說 聽說你的話 古典的東西 就是做一些子役這樣 他們就說不妨給他做水燈看看 我從來沒有做過 他就說沒關係你做 建國百年那一年 我接下這個任務 他們也給我指定說 你就最大水燈只能做到八球 我就想說八球 按住朋友又一百年 哪一個中間誰呢 遇到一百 剛好一百 我就接 可是我也沒有跟他們講說我要做多大 結果直到遊行當天 全部人傻願 那怎麼十幾球 我們在做這個水燈 你的魂是進入到這個裡面 就有點像當老大公 蓋了他的一個移動城堡 然後讓他可以住著安穩 看到這個屋子他可以有滿心的歡喜 那其實是我們對於祖先的一種尊敬 這個水燈一定要有情無厚 因為水燈我們是燒給老大公 他們過去是因為遇難而死 或者是說戰爭而死 或者是因為 就讓他的所有傷心悲痛直接到此為止 不要再影響到我們後代子孫 水燈扛下去燃燒的那一刻 我們站在岸上 其實就會一直把我們不好的事情 投向到我們自己的這個水燈上面 不好的東西請你們帶走 好的東西轉給我們 基本上他其實就是一個祝福 跟一個人生轉盤一樣 他就一直在循環著 看來一個人生轉接然後 在 padre delle荷 받아 為 dei漏患的 arterial 精神的度 但是在12ulan不少 老大多的檢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